6月6日,女神林志玲就向全世界的粉丝发宣了她结婚的喜讯,对于这个消息,无疑震撼了娱乐圈。 女神结婚了,嫁给了太太的男人,从微博发布的内容就可以看得出,林志玲非常爱她的老公黑德良平,虽然对方是一个日晚火急的男性,但是受到林志玲的欣赏,这样的男性肯定是有一定的魅力。 林志玲在自己的微博中发布,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,也表示,爱真的是需要勇气。 林志玲官宣结婚的消息,不久之后,就传出她的老公黑德良平将隐吞,目的就是为了能在生活上更好地照顾林志玲。 但是也有的网友说,黑德良平现在已经38岁了,在年龄上是一个中年男性,黑德良平之前也是一个舞蹈界的演员,因为跳舞需要很大的体力。 但是黑德良平已经38岁了,没有很好的体力来跳舞,现在已经结婚了,选择引退也是想将自己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上,这两个原因放在一起,真的让人又心疼又羡慕啊。 心疼黑德良平可能要放弃自己喜欢的舞蹈事业,但是又羡慕她拥有了幸福的家庭。 众所周知,林志玲和黑德良平是一对姐弟恋,原本对于明星来说,姐弟恋的模式进入婚姻,反而会让人不看好。 但是看到林志玲和黑德良平的结合,似乎没有给人这种感觉。 或许是因为林志玲原本就是一个非常稳重的女明星,既然将自己嫁给一个比自己小的男人,之前也一定很慎重的思考过了。 虽然很多人都知道她们是姐弟恋,但是这段婚也一如既往的被看好。 自从林志玲结婚的消息发布出来之后,网友们对于黑德良平的所有的一切就非常的好奇。 毕竟林志玲的条件是相当的优秀,不仅人长得非常的漂亮,学历也是非常的高,最重要的是,林志玲的名气非常的大。 看到黑德良平的资料,原来她和林志玲在事业上也是非常的相近,黑德良平在日本,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舞蹈演员。 网友们也一定会非常的好奇,就是为什么林志玲会选择黑德良平当她的老公。 但是看到林志玲微博中发布的就是爱需要勇气,简简单单的几个。